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的有機可食 Dicky 上星期跟一位嘉賓談 如何進入了地產代理這個行業 由前市的銷售到做主管 然後掌管一間新公司最高的舵手 靠著自己的勤奮和堅持 不過我們也說有很多外圍的因素 不只是自己堅持就行 未來金融環境的變化也很大 所以今天也要繼續跟這位嘉賓一起談 William 再次歡迎你 繼續跟廖偉強先生是李家葛的CEO談話 上星期我們也說到 在他的加入這個行業的經歷 這幾個字不是人人真的做到 因為勤奮 但又要堅持 堅持得來繼續勤奮 真是可以畫出一片新的天地 但今天很想說一下 將時間又很快撥回20年之前 已經成為現在這間公司的行政總裁CEO 即是最高的領導人 如何將你自己的核心價值灌輸給所有前線的同事 正所謂前線的同事可能會說 你做CEO收這麼多人工 當然是勤奮 當然是堅持 我收份佣金 只是打工而已 對 我打工而已 我沒有單 我很難做這件事 你如何一層一層地把思維灌輸給他們 或者會不會遇到困難 例如有些年輕一點的朋友 他可能很響旺 例如說我需要work-life balance 我又要有私有時間 找到單位可能又不上班 即是現在年輕人 可能比我更年輕的那些 不知道他的心態是怎樣想的 有沒有遇到這些情況呢 管理那裏 其實在二十年前 公司集團收購了這間公司 就調了我過來 上一集我講過 因為覺得我業績相對比較穩定 本身個人的表現不錯 再加上公司很忠心 公司嘗試選擇調動我過來 當時老闆見到我時 都問我有興趣過一間新公司發展 我說好呀可以的 因為發覺我以前在舊公司 即是在集團公司裏面 都是做一個區域的小頭目 你整間公司去管 第一有一個叫做新的嘗試 有一個學習的機會 當時我只問一句話 我問是不是可以有把上方保劍 意思是說權力是可以用 先斬後奏 因為一間公司要整頓 當然要面對裏面有很多問題出現 即是人事上的變動 他們的人工 很多因素的情況 所以當時是要求究竟可不可以 有一個核心權力在這裏 真實權力 老闆說當然可以 你自己去搞吧 你知道我老闆都是無謂二致的 所以他也是願意讓你試 當時很開心 自己覺得也可以試一間公司 當時覺得自己也是年輕 當時加入這間公司 大概都是40歲左右 變成覺得可以試一間公司 新的里程碑可以試一下 然後加入這間公司去上市 當時我自己的理念如何呢 我自己定下了 先講公司的文化 三件事 第一是一定要誠信 第二是專業 第三是人和 這三個字是為甚麼呢 誠信就是我們對員工要說真話 讓他們知道我們真實的方向 對客戶也是要說真實的說話 即是給客戶的信任 專業就是你要能夠 把我們的產品很清楚地去介紹給客人 讓他們不要覺得是問一些問題 問非所答 這很重要 最後人和意思就是 團隊之間的常下一心 團結一致 甚至乎跟客戶之間的交往 無論客人買完不買也好 都不要給面識閒看 這是一個好的服務 所以我是文化訂立了這三件事 至於我自己用甚麼宗旨去管這間公司 我亦有四句說話 叫做以身作則 大公無私 相傳下達和相模下模 剛才你之前也有訪問 我也有說過 究竟前線營銷時怎樣去做 無論我做售貨員也好 我都覺得很勤奮 很堅持 心態很正面 我覺得我自己一直都是 以身作則 寧願感染下面的同事 做事 大公無私的意思就是要公平通證 令他們服我或服眾 上傳下達的意思就是公司之間的流通性 溝通是很重要的 或是訊息的傳達是要很準確的 員工之間的訴求 是要聆聽到的 這叫上傳下達 上和下目的緊密性 就一定要大家融合 發揮團隊的精神去做生意 這是我們的終止 建立到這個企業的文化 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因為無論由剛入職的員工 到達不同區域的管理層 只要做到剛才Wooley說的幾件事 那說真生意就自然來的 老老實實 不過你也知道 競爭是激烈的 雖然你們在行頭 都是很守衛一指的 但面對著其實競爭也好 或者其他同行的公司 都可能有很多招數 甚至乎沒有公司 其實同理公司都是兩間公司 大家各有各做 那你有沒有一些新的思維 是真的你自己想出來 而亦都放在各企業的文化裏面 譬如說你們在公司 很強調 我的盤全部都是真實的 不是假的 怎麽想出來 還有怎麽做 怎麽肯定是 有些可能是賣了 那你又要更新 那就是做這些功夫多好多 這條招數是否出自你自己的手筆 其實公司大部份招數都出自我手筆 這個最新的 其實我交給這間公司 之前公司有個口號 叫做給你多個選擇 當時公司是很小的 就是一間中小型公司 那不是很大 那我打算用這個slogan 去給客人多個選擇 你除了找我們沒有公司之外 給我們一個機會 所以叫做給你多個選擇 那我來了之後 沒多久就將它改 因為我剛才說過 我是個人相對比較勤奮的 那我將我的文化 想灌輸給我旗下員工 因為那時的員工 也有七至八百人左右 不是一間小的公司 是一間中型規模的公司 那你怎麽換起他們的積極性呢 那我將slogan改了 叫做給別人更努力 即是給任何人都要更努力 這個正面更多 是的 那都過了一段時間 同時之間大家都很努力去工作了 又創造了業績出來 那就開始又引入我另外一個 我那個文化裏面 其中一個叫做專業 我們叫做專業服務與時並進 即是資訊科技發達 那麼我們要配合市場裏面 很多高科技的東西 我們與時並進 那麼最後就有個最後的口句 剛才你所說的就是 我們有好似一家人的感覺 這句最新的 即是很有家人的感覺 這句又是你的手筆 不過如果說到其中一個要點 就是誠信 這個可能有看過樓的朋友 都會覺得真是行內 有很多時候令到顧客很激深的地方 就是你貼了很多東西在商店的前面 進去就這個沒有這個沒有 這個昨天剛剛買了 這個本身有鎖匙又沒有 變成很多時候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即是良友不齊 是的 盤員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這個 所以當時我們想顛覆市場 在2018年那段時間裏面 我們就出了我們有個商品 我們要讓客人知道 我們所登所有的盤是真的 因為以前的盤價 當然絕對不是 我們不可以說行家的盤價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裏面 有很多我們所說的叫釣魚盤 即是可能它的價錢裏面 可能有些浮動 我們吸引業主 他吸引買家的注視 用一個行業價錢 未必是實在的價錢 就變成吸引買家的眼鏡 那些買家就當你問 這個盤不是這個價錢 然後再問一問 這個盤已經賣掉了 就變成覺得 究竟這盤是否真的 我們覺得這句話是 很入我們心 所以在當時 在幾年前我們就出了這個slogan 令到無論是業主或買家 覺得我們公司所有盤裏面是真的 所以我們試過有個做法 就叫假一賠千 把一個盤假的話 我們就賠一千元 即是我發現得到是沒有的 就向Willy投訴了 證明我們的盤是全部真的 所以我們當時很大膽就賣了廣告 電視廣告都出了 出了市場的推廣 報紙都賣了 總之找到一個假盤 我們就給你一千元 當時真的派了很多錢出街 因為不是假盤 而是很多同事失誤 賣了又沒有登記 賣了又忘記下架 這些我照顧 務求讓客人知道 我們所有的盤裏面是真的 這就令到我們公司的知名度再提升 客人對我們公司的信任就越來越足夠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亦都是顛覆了業界 我幫我講到地產代理業界當中 其實有很多有趣的事 我們稍後回來請Willy跟他們一起 繼續分享 以及會講一下他們對你們樓市的看法 繼續回來至普通的有機可乘 Willy 你在這行當中 享負盛名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誠信 問你沒有什麼隱瞞 譬如剛才業內有一些技巧 吸引了一間木頭 我第一次聽聽 當然你在這行那麼久 也有很多資訊是我們沒有的 其實有沒有說 剛才你說勤奮、堅持這些就會做到生意 但有沒有一些情況下 是你真的會做不到生意的 有些原因 盲點的 總是會遇上誰都遇上的 所以在他那裡 我這行我們經常說是百貨撞百客 有時你的單位裡面 你看著垃圾房 有些人說不用買了 低層又看垃圾房 怎麼有人買 不過真的有些人喜歡 不知為何他會喜歡 因為可能他老人家多 他覺得他上樓樓樓梯 坐車也不需要坐那麼多 電梯壞了也不需要走那麼多 可能他有一些大型的物品 拿去垃圾房又比較近 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真的百貨撞百客是有的 不過我們在行業裡面經常遇到一個 我可能覺得的難題就是 讓客人很喜歡層口 方向 價錢 景觀 可能裝修也遇到客人 通常客人就會說多個說話 等等 等些什麼呢 問老婆 問老公 問老婆 問老婆 你當然問了 最近我遇過我有一間屋子想放棄 那個朋友是自己的朋友 最後他就說不行 我要問問一個人 我說為什麼你和他太太 不是 我還要問一個人 我很害怕 問完你老婆 還要問一個人 就是我很擔心他 原來不是 他要問一個風水師 沒錯 他要請教他 最後他就說不對 我為什麼 因為不知道怎樣的座向 和他夾不到 那就算了 沒辦法 風水師真的 真的嗎 很多時候 很多東西都適合了 他問過風水師 風水師來到 他說了兩句話 他說這裡不行 那客人就已經是 不要了 你幾好口才 很多努力 很多方法 你怎麼說 都沒用 我們覺得唯一 除非你能夠 你也是精通風水 唯一他不適合 你客人又會不會聽你說 你說得他頭頭是到 有些可以避忌到 便可以做到 或者我舉個例子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樓宇裏 其實現在的客人 其實大部分 無論做生意 住也好 都順風水 很多客人都是 因為住在他 你知道一住 自己的感覺 不是說迷信 不是說一兩年就會搬走 很多時候他打算住一段長的時間 還有他覺得可能住了之後 可能他對事業和生意是很大的幫助 很多年前我曾經也試過帶著一個客人 就是一些懲教署的高層 當時在那個年代 他們有很多叫做 Home Purchase Scheme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可以有些資助 帶來看樓 看對了 一樣都對 翻體了 又是跟風水有些關係 當時我就叫業主 不如臨體 臨體前打掃乾淨一點 玻璃窗抹乾淨一點 樣樣都弄好一點 希望可以一擊即中 誰知上去之後 真的很乾淨 整間留一層畢業 那客人就是懲教署的高官 有些高層 很高大的 一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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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露台上 很漂亮 想看看景色 一邊走一邊走一邊 誰知真的太乾淨 玻璃太乾淨 他完全看見玻璃 整個人撞了 并斑 并斑 真是厲害 因為懲教署那些很高大的 他完全好像沒有感覺 我轉過來 我看著 不好意思 你的頭好像有點紅色 即是爆肝流著 當時就馬上拿紙巾引一引 本來就沒辦法了 他當然是很氣定神 你知道高層的肩關細緣 沒事的 我都會繼續看 繞圈之後 回到下面 我說你回家看 你不是談了嗎 價錢清光了 你不對嗎 我回到家後就不想了 這裏都是屬於類近的 好像房間有些事令到他不如意 突發的事 你有一些是預計不到的 這些都是預計不到的 所以去到真的 簽了一張單回來 其實真的這個成功都非僥衡 還有真的去到臨門一腳 真的有些變數 原來 但也都處之太嚴了 怎麼辦 不要緊又找另一個客人 應該都是這樣正面一點的 他真的過了一兩年之後 可能那段時間是沒有買到的 他自己可能覺得又不太順利 沒有買到 之後也會幫助我們 所以都是堅持 就是客人仍然在這裏 客人仍然在做生意 只是那一天就不能買 不代表將來不買 沒錯 不過說到將來究竟應不應該買 其實是取決於什麼因素呢 我們經常都聽的 就是你置業自住的話 永遠都有一個需求在 即是何時入市 都是兩力而為 Vidi 雖然你有這麼久的經驗 其實很多的上車客都找你幫忙 其實真是的 而現在大家都會覺得 上車是一個很難的問題的時候 你又怎樣提 剛才你提了兩個字 那個字提出叫做兩力而為 我都經常跟買家說 你沒有能力 你不可以強行借床公司去買 當然不行 那你一定要有足夠的資金 你才可以買 那你真是又好想買東西 想保值 那你完全都沒有條件 買到你自己應有的單位 那唯有先買其他東西 例如先買個車位 是吧 或者是 那個單位可能太小 未必適合你 你也不怕買 可能買完之後你收出租 收租才等人幫你供樓 那你再奮鬥一段時間 直到你足夠資金 你將細單位再換回大單位 那始終都是要量力而為 即是就不要說 因為為了 我真的要上車 要喜歡這個所謂的Dream House 我就 只向著這個目標 即是可能你其實中間要有很多過程 不過我自己都很多年前 已經開始經常買樓 因為樓價的人經常說 很高很高 很貴很貴 97年你又見過 之後跌了六十七成 很大風險 事實真的到2003年打喉之後 樓價慢慢濕級而上 即是追回以前 在97年至2003年的跌幅 很多時候你純粹自己住的話 你又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又能夠供得起樓的話 你足夠首期的話 就不怕買 第一 通貨會膨脹 還有你的事業 如果基本上 我當你打工仔 有很大機會 你連年都會加薪和升職 你可能今天供樓辛苦 可能三五七年之後 你就會相對比較輕鬆 因為可能通脹之後 或者是你的職位 你的人工提升了之後 你供款就相對比較沒那麼吃力 好了 Willy哥 怎樣看樓市 現在說2022年 第二季過了 很多問題 過去全球的經濟 超級通脹 緊縮的貨幣政策 聯繫匯率 疫情未完全受控 這些因素 也不少不少 影響了打工仔的收入穩定性 但看來樓價仍然居高不下 再加上政府的政策 有些有限尺 有些叫你不要起得那麼小 又有知過往 被稱為林鄭Plan的付款計劃 這麼多東西 整合來看 Willy哥 怎樣看下半年 香港的樓市 和再未來的看法 今年的上半年 樓價反反方伏 都跌了少少 由第一季 跌了大概4% 其實現在就已經 差不多反彈了 差1%左右 就追平今年全年的樓價 我自己覺得下半年 就相對樂觀 因為第一是換了屆 因為之前幾年 事實太多問題出現 有中美的爭拗 社會的反受力事件 接著是COVID 即是新型冠狀病毒 大家都覺得上一屆 政府好像做得不好 其實可能自己不幸 我覺得接下來的換屆 就會給市民一個新的希望 一個新的信心 你剛剛也聽到 傳媒都不斷說 有機會將隔離日數 減低 放寬 通關再望 下半年 其實樓價很難跌 因為你看到 即使明日大禹 北部都會計劃 種種的因素 其實都是 遠水不能夠近火 沒錯 都是遠水不能夠近火 供應都不足夠 起碼三至五年 你看不到有足夠供應 如果你說 十年之後怎麼看 我也不會看 因為短期內 三五年的情況 我覺得樓價相對 都是比較樂觀穩定的 會不會大升 就很難 一拐二拐 問題就是 應該 接下來下半年 我自己覺得樓價 仍然有幾乎上 而且 全年樓價 其實絕對有條件 是升大約5% 那究竟住宅 剛才你說的車位 然後住宅可能再要分 有一段時間 大家真的為了上車 立位盤其實都是很受歡迎的 細單位 接下來可能是說細單位 一些中型的單位 哪一類你覺得是 就是作為補值或是升值的空間大 我們有個剛才出了一個財爺計劃 一千萬內就可以借九成 一千到一千萬就八成 那不用說 一千萬內的單位就很受惠 因為我下一成就可以上車 如果你沒有物業的話 下一成就可以上車 那這些項目相對比較穩定 那哪個位置比較好 不用說是鐵路完善 鐵路完善相對是比較穩定 不是保值 那你說豪渣好定是屋邨路 其實是兩個市場 那當然如果通關之後就不用說了 豪渣就會有機會會有個突破 那如果未通關就未知之數 因為始終豪渣市場都是 有一班新力軍就是國內的買家 去支持 那本地市場就多數是用家多 那投資者就相對不是太多 因為現在有稅的問題 那所以就影響了投資者入市的數量 那都是主要來講得靠用家 謝謝Villy 一次跟我們分享了你的奮鬥史 亦都給了一些提示給我們 對於有意志業的朋友 都可以聽多些專家的分析 再最重要是甚麼 量力而為 看看自己是否適合入市 這句都是真的很多時候 在我們人生裏面 都真的不可以太好過無限 但量力而為 按步就班就會成功 再一次多謝李慧強先生 多謝Villy 多謝Villy